立法院今天行使監察院人事權同意權的投票 政府院長被提命人張伯雅 孫大川驚險過關 不過27位監察委員被提命人卻刷掉了11個人 顯示國民黨立委大跑票並沒有讓這份名單全數過關 而國民黨政策會執行者林鴻植表示 雖然沒料到會是這個結果 但黨團給予尊重 林鴻植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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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同意就是無效票 監委人事案在立法院的投票結果出爐 除了政府院長之外 27個提命人當中有11人被刷掉 這11人包含先前就自行退出審查的許國文 還有總統府國策顧問許文斌 石藥局前局長康兆周等人得票數都沒有過半 其中還包含了現任監察委員 今天會導致這個結果 我們如果看到今天民進黨霸佔主席台 所用的標語全部都是王建宣王院長 他沒有點名導致這些爭取連任的監察委員 有好幾個今天都落榜了 監委投票有11人慘遭滑鐵盧 林鴻植認為王建宣連日開票已有影響 不過這樣的結果 藍營立委在開票之前就已經料到 是不是一定能夠全部都通過 我個人也是覺得可能沒有那麼樂觀 我想應該不會前述通過 這個反正就意料中了 那好的我們支持 不好的刷掉也是應該的 儘管在預料之中 不過刷掉11人人數之多 還是讓黨中央大感意外 早上國民黨才開放黨籍立委自行投票 沒想到黨內立委大跑票 林鴻植表示尊重結果 但是否對跑票立委寄出黨籍 會再進一步了解 也不能錯上無辜 油電TV全民燕在家宜特遊島